因为真的很多人夸我发质好 确实,其实我现在的头发已经急腰了 而且不难看出是有非常明显的烫染痕迹的 所以我这两天正在撰稿写一篇超级全面的护发功课 然后突然发现有两个我可以提前单拎出来跟大家讲的 非常容易做到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小习惯 而且我敢说99%以上的人都会忽略这两点 第一点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 而且不光是要在这里扎起来 我们的发尾这里也要给它扎起来 让它成一条这样子的辫子 这是我从大S那里得到的灵感 众所周知,大S作为美容大王 它的头发是从来不给人碰的 就是因为头发它其实是一种死去的角质细胞 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分泌油脂来保护自己的 所以如果你这么披散着头发睡一晚上的话 你的头发不断地跟床品进行摩擦 甚至于是用你的身体和头的重量去将头发和床挤压 发质怎么可能好呢 所以把头发的根部和尾部分别扎起来 它就成了一个小辫子 睡觉的时候尽量注意不要压到这个辫子 第二点 护发精油是要每天都用的 不管你洗不洗头 原因和前面的同理 可以说你只要往那一储 你的头发的那个血条吧 就是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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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给发尾补充油分 是非常重要的防御措施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要说了 啊,可是我头特别爱出油 一天不洗头就油的不行 再抹油它不选上加霜嘛 请问你得出多少油 才能让油流到你的发尾啊 我们不管头再怎么油 都是头皮分泌油脂 然后带到了旁边的头发 一般来说耳朵往下的部分的头发 是不会油的 如果有容易头油的人 你不妨观察一下 洗完早两天不洗头后 你是不是头皮这一片的头发油的不行 但是发尾的干枯毛躁都不行 所以记住好吗 每天都要给自己耳朵往下的部分 补涂精油 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小点 只要你能做到 不敢保证 你的头发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一定会比现在好非常多 真的,信我 快快快,收藏起来 然后转发给你的闺蜜 然后转发给你 谢谢观看